我們看一下數甲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呢 它是一個三角函數的問題 它先給我們AD是5這是7 這兩個角是一樣大 那我們想要去算ACB 那我們順著它的導引來算 其實這是分角線 分角線跟我們說什麼事情呢 跟我們說這兩邊怎樣 這兩邊的比 就跟這兩邊的比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裡是5T跟7T 那接著呢 SI C的話呢 我們現在有什麼 有很多邊跟很多角的關係 邊跟角關係很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正旋定理 我們就可以5T這樣 比上這個SI C 那會等於7T 比上這個SI的60度 好 那我們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知道 那SI C呢 就會等於這邊移過來 就是7分之5 再乘上這個SI 60 2分之根號3 等於14分之5倍根號3 好 這是SI C的求法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再來看 今天如果要求這個上面這個角 對 好 那 因為它現在給我們這個呢 我們還是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東西 就是用合角公式 這題也有一些做法是用余璇定理 不過我們就是順著它 因為要求SI 就直接用合角公式比較快 好 所以這時候SI BAC 好 SI角 BAC呢 其實這個再加這兩個是 再加這三個是180 所以它其實是SI的什麼呢 180 180 再減掉這個60度 再加上這一個角 再加上這個角C 好 那 SI的話 SI 180減C它跟SI C它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其實也會等於 SI的60加C 好 那接著呢 我們就用合角公式把它展開 所以是2分之根號3 在SI C是多少呢 這是要乘上cosC 那這邊要稍微算一下 就是說cosC剛好會是196 然後196減掉745就121 再開根號 所以等於11分之11 所以這邊我們要乘上 這邊乘上11分之11 好 那再加上那個cos60 乘上SI的這個14分之5倍根號3 所以我們這樣子畫檢 我們就得到的是16的 5個根號3加下11個 這是 這是 更正一下 這是28 28 好 那這裡有11個 這裡有5個 那就變成是16個根號3 好 那稍微約一下等於7分之4倍根號3 好 所以這是第二小題的答案 那第三個呢 我們要求這個AB的長 那我們再用一次正弦定理 對 就是說 AB的長 我們現在知道怎樣 比上這個sinC sinC是在這裡 14分之5倍根號3 AB比上sinC 那會等於什麼呢 也會等於 我們利用這個長度是12 12比上sin這個角 上面這個角是7分之4倍的根號3 好 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稍微約一下 約一下 約一下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再把它得到 就是AB 就會等於 這裡剛好也可以約變成3 等於5分之5再乘上3 等於15分之2 好 所以這題就是 這題就是反覆地利用正弦定理 那中間呢 給兩角要求第三角 我們用到合角公式 所以這是一個 三角函數在 算長度角度的時候常用的技巧 那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余弦定理 不過這題我是覺得用這個就可以了 那用余弦定理有時候也是蠻快的